Samsung Fold 系列手機來到第四代 每一代的外觀設計及造工質感都有顯著的提升 來到第四代一樣不例外 但關於它的造工質感及上手的外觀設計 之前的發佈會及開箱評測已經有仔細講解過 所以這次的影片更加著重除了外觀之外 它的電池續航力表現 Snapdragon 8 Plus Gen 1 處理器的效能發揮 以及螢幕顯示功能及相機方面的表現又是怎樣 更加重要的是當造工質感及可靠性 不再是接機的很大的疑問或疑慮時 作為一部日常每一天都要用的手機 它可否說服到我認為它是值得向大家推介的一部手機 而首先簡單總結它的外觀設計 這次的外觀設計 它會比起上一代明顯更加方正 更加窄的螢幕邊框 轉軸的部分亦做到更加薄窄 這個設計除了比起之前更加實正之外 我留意到它的自由角度 它的承托也更加多 好像在這個極限的角度 它仍然可以承托 反而在上一代 去到大概這個角度 它就已經會自己墮落脫落 反而這次 它很小的角度都已經有這樣的承托 好處就是我可以更加自由地放在桌子上 這樣去看片段 上一代在這個角度 它就會跌下去了 這樣都還沒想到 Fold 4 都是市面上唯一 擁有 IPX8 防水的摺疊螢幕手機 IPX8 代表可以在一米水深池 續使用30分鐘 這部手機真的可以完全浸水 而窄了螢幕邊框 兩部手機的內螢幕同樣都是7.6 吋 但是這次新一代的比例會更加方正 接近正方 橫向顯示的內容會比上一代多了 但是對比之下 直向顯示內容 上一代又會長一點多幾行 但是兩部手機的邊框粗有度 其實就算拍位一起看 分別都不是真的超級大 但是日常上手的質感 就真的感覺到新機會比較窄邊框 除了主螢幕之外 外螢幕 Cover Screen 的變化也很大 最主要是這次的外螢幕邊框 這個位置會更加方正 它的2.5D 弧位是很邊緣 而且弧度很細 上一代這裡會更加圓潤 而且2.5D 做到更加3D 它磨砂邊框 再加上2.5D 的弧邊 很容易會滑手 上一代我經常開的時候 覺得會很滑 但是這一代它更方正了 以及絕手了 開啟方式的感覺會更順手了 還有新的轉軸設計 很明顯的升級 是可以將邊框位置很明顯地收窄 以及螢幕本身的黑邊也收窄了 今次整部機的螢幕更加自中更加對稱 以及很明顯更窄邊框 同時間外螢幕雖然和上一代一樣 都是6.2 吋螢幕 但是螢幕比例由上一代25.9 變成今代23.1.9 數字上好像不大分別 但是我日常使用發現 闊度跟iPhone 13 mini 差不多 再加上23.1.9 很長的螢幕 用來玩遊戲時的視野 比起普通手機更加闊 這是我認為新一代 Fold 4 的外螢幕 比我想像中更加實用的一個位置 而除了外觀設計的精緻化 以及造工質感的進一步提升之外 效能和硬件配置 會是這次 Fold 4 我認為最重要值得說的地方 這次 Fold 4 配備最新的 Snapdragon 8 Plus Gen 1 處理器 以及擁有 12GB RAM 256GB 512GB 或者 1TB ROM 的儲存容量空間 Snapdragon 8 Plus Gen 1 無論是 CPU 還是 GPU 的效能 都對比起年初出的普通版 S8 Gen 1 是有很明顯的提升 而再對比上年 Fold 3 S88 8 它的效能升級就會更加明顯 在我們的效能測試得出的結論 是 Snapdragon 8 Plus Gen 1 在 Fold 4 和 Samsung 的調校之下 它仍然在高壓應用之下 會發熱 亦會出現降頻降溫 不過幅度比起 Snapdragon 888 或者 S8 Gen 1 一代已經明顯有改善 而但考慮到 S8 Plus Gen 1 無論是 CPU 還是 GPU 的效能提升 比起 S88 8 的提升實在太大幅度 即使在降頻降溫之後 它仍然比起 S88 8 的 RAW Performance 最基本本身封值的效能都要高 所以如果你是重度用家 會用手機去做剪片打機 或者做比較繁重的工作 這次 Fold 4 在效能上的提升會很明顯 而至於軟件方面 Fold 4 和 Android 12 系統 運行 One UI 4.1.1 介面 亦有幾個新功能值得去講解 首先有 Taskbar 的功能 新增的功能在開啟 App 之後 在下面有幾個預設的常用 App 快速的切換 亦在最左邊有快速的 App Drawer 亦都可以長按 Taskbar 裡面的任何 App 拉上去 然後打開 Multi Window 即是多重視窗的操作 而 Fold 4 上的 Multi Window 最多可以打開三個應用程式 就像我現在在找 Fold 4 最新的規格和售價 做我的廣告 或者我現在開 Gallery 的其中一張相片 打開之後在這邊已經自動彈出 Attach 就已經把我 Gallery 的這張相片搬到這邊 而 Multi Window 今次亦都加了另一個手勢操作 可以開了一隻 App 之後 在螢幕底下拉上去 就用橫向形式開兩隻 App 亦都可以在開了一隻 App 之後 在右邊拉進去 就用直向的介面開兩隻 App 剛才的功能全部都可以在 Settings 的 Advanced Features 進階設定的 Labs 實驗室功能裡面開啟 另外是 Multi Window for All Apps 強制所有應用程式都用 Multi Window 介面顯示 例如 Instagram 原生是不支援 Multi Window 的功能 開啟之後就可以強制一邊開啟 IG 還有一個關於接機的功能 是 Continue Apps on Cover Screen 原生的設定 在外螢幕打開 就會放大主螢幕顯示 但當我關掉螢幕 就會自動關掉代機的模式 但其實可以在螢幕設定 Display 裡面的 Continue Apps on Cover Screen 可以一鍵打開 把所有 Apps 都強制 像現在這樣 外螢幕打開 在主螢幕顯示 然後關閉 繼續在外螢幕顯示 但這個要個人喜好 你可以選擇開或關閉 而相機方面 這次在主鏡頭上升級到 5000 萬像素的 Sensor 另外有 1200 萬像素超廣角鏡 以及有 3 倍光學變焦 1000 萬像素的遠焦鏡頭 數碼變焦最多到 30 倍 亦都因為 Snapdragon 8 Plus Gen 1 有新一代的相機 ISP 所以針對細節運算 以及複雜的光線運算 以及低光光線的拍攝 都會比上一代 Fold3 有明顯提升的地方 針對接機 其實在拍照上 有幾個我認為要介紹的功能 好像是 Preview on Cover Screen 的功能 可以在拍照的時候 同步在外螢幕上 亦都可以看到 Field Finder 我便可以用主鏡頭 以及超廣角鏡頭 可以拍攝到自拍鏡頭 更加高質素的自拍 同樣原理 亦都可以把 Fold4 放在平面上 都可以做自拍 亦都特別針對拍片 其實由 S22 系列開始 已經新增了 Auto Framing 自動剪裁和自動 Framing 功能 但是 Fold4 上 因為它是接機 就像我現在這樣 手機會透過超廣角鏡 有更加廣闊的視野範圍 然後再按照我的主角所在的位置 然後進行自動的剪裁 和自動的 Panning 和 Framing 就能做到現在這樣 好像很自然的畫面 亦都可以不用任何腳架 我將這部機擺放在街上 找到的任何一個平面 站遠一點就已經做到這個效果 而實拍成像效果方面 首先一提是 接下來會有更多關於 Flip 4 和 Fold 4 的實拍效果 以及專門介紹它們相機的影片 記得訂閱頻道 有最新影片第一時間看到 而這次也簡單說回它們相機 而我特別值得提的是 它的三倍遠焦鏡頭 擁有 69mm 的焦段 69mm 很接近相機的 70mm 所以拍攝的畫面 Framing 和整體畫面的比例 不太遠焦 亦都不太廣角 剛剛好 而它的成像效果方面 亦都比較接近 S22 系列的運算 就是 2022 年旗艦機的表現 顏色運算是很鮮艷 但這張照片可以看到 黃色、橙色、紫色、綠色、紅色 都沒有太過爆 亦都出到不同顏色的層次 而三倍遠焦鏡頭 在低光的表現亦都在 Night Mode 以及新的相機ISP 加持之下 在這種終極苛刻的夜景 或者是燈色、城市景 亦都在海水上有很細膩的光線運算 在暗處亦都有很清晰、光和小 Noise 的成像 而超廣角鏡是 12mm 123 度的視野 在旗艦機來說 都算是比較廣闊的視野範圍 而成像運算上 亦都是明顯的顏色飽和度高 以及很光亮 小雜順的效果 而主鏡頭這次有 5000 萬像素 這張照片用 5000 萬像素模式去拍攝 可以看到樹葉的細節 以及整體整張照片的銳利度 會比起 1200 萬像素 output 為多 而我發現 1200 萬像素運算的 HDR 效果 以及光暗動態補償 會比 5000 萬像素更加明顯和可靠 對於日常大部分場景用 1200 萬像素 再加上自動的智慧場景偵測出來的照片 就會是最顏色鮮艷 以及動態範圍補償最大 亦都在夜拍效果上會有最優勝的效果 接下來的影片我們會更加深入講解 Volt 4 和 Flip 4 的相機系統和拍片效果 大家記得密切留意 而最後電池續航力方面 Volt 4 同樣擁有 4,400 mAh 的電池 不過今次新的 Snapdragon 8 Plus Gen 1 處理器更低的功耗 亦都有希望將電池續航力延長 繼續按照統一的電池續航力測試 用一半螢幕光亮度播放一小時 YouTube 玩一個小時 Facebook 最後玩一個小時 League of Legends 和 Drift 現在的表列可以看到 Volt 4 和其他旗艦機的耗電量比較 由於時間所限 電池續航力測試都只是做了一次 而考慮到大部分人用Volt 4 去做多媒體應用 應該會用大螢幕主螢幕去做 所以今次的電池續航力測試是用裡面的主螢幕去進行 而按照比例計算 今次在三小時多媒體應用後 一共用了 36% 的電 按比例計算就可以持續用 8.3 小時的 Screen On Time 它介乎在 S22 Plus 以及小機 S22 之間 但是 S22 Ultra 會有稍微比較優勝的電池續航力 今次的 Fold 4 無論是相機 螢幕顯示效果還是效能發揮 都到了現在 2022 年下半年頂尖旗艦機的表現 特別在造工方面 越上手這部機耐久了一點時間 特別覺得它更方正和窄邊框的設計 以及更實正的轉軸 令到上手的感覺是很可靠和精緻的感覺 我亦都很喜歡今次金色的版本 它有反光的金屬邊框 令到整部機很適合 一個個人設計感 度身訂造的感覺 亦都擁有 IPX8 防水 都是市場上唯一的選擇 另外它在硬件上亦都完善 有最新的 S8 Plus Gen 1 處理器 12GB RAM 有 S Pen 支援 雙喇叭 指紋掃描器 主螢幕和 Cover Screen 都有 120Hz 高刷新率螢幕 相機和效能發揮 亦都是 Fold 4 對比上一代 Fold 3 有很明顯提升的地方 直接到現在 2022 年最旗艦頂尖手機的表現 特別是 S8 Plus Gen 1 處理器效能 對比年初 S8 Gen 1 已經有明顯的升級 對比 Fold 3 一代的旗艦手機 上年升幅更加明顯 效能亦都會是 Fold 4 明顯升級的地方 這次 Fold 4 用了一段時間後 發現作為一部接機或主流旗艦手機 都已經做到面面區原 極致和完善 造工再到各方面的硬件和軟件配合 都已經是很高的水平 反而我自己認為這次這部手機 它的新意上的確對比 Fold 3 很革命性的改變 似乎是沒有太大革命性的改變 它都是極致化、精緻化和完美化的一部手機 Fold 4 整體來說 以可靠性和實用性來說 它絕對已經是一部主流的頂尖旗艦手機 唯一要考慮的是它的售價 對比起普通不接得的手機 的確是要貴 但是如果你認為它的價格合理 而你可以支援得到的話 它絕對是一部可靠和功能豐富的一部手機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接下來就會有Flip 4 的深入評測 以及更多關於 Fold 4 和其他最新手機發布資訊影片 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有最新影片就第一時間看到 下次再見